把握時間,我們繼續講講這個電影 是的,我很心急的 因為實在有很多電影要講,33部電影 當然不是講完,是嗎 鄭先生,今次8月8日就開始做了 其中一個開幕電影挺有趣的 一半海水,一半火炎 是什麼來的呢? 是任達華有份的,是嗎? 任達華是做監製的,出展的 也是08年康城影展,是嗎? 是一個參,因為觀摩的部分,不是參賽 觀摩是有康城影展的 國內導演劉奮鬥,也是國內的小說,黃索的小說 這套電影的特色是什麼呢? 它是一種影像很濃烈的 而且是一種很虛無的東西 所以大家要,我現在很難用字來形容 大家要真是藥長欣賞 即是不要吃飽去看 其實你都選了一些很新的 我們中港台的電影,是嗎? 你覺得選這些電影是否有困難? 好像可以選越多淡,是嗎? 特別是香港電影,大家都說越來越少 是啊 其實我們放在下電影節裏 希望大家有一種特別的 extra focus 留意一下,其實在我們周圍,中港台 都有很多人很努力地去探索 很努力地拍攝我們的電影 即是不要大家只記住,哇,是荷里活的 哪個哪個套,什麼什麼什麼時候來 或者每年我們香港都有一些大 很商業的很大片 但是不只是這樣,小品的往往都有好他的情調 他的氣息 其實一個電影就是要均衡的電影 沒錯 有大製作也有小品 香港的電影其實都有很好的一個作品 這次放在夏日的國際電影節裏面 是不是?鄭先生,這個叫十分鐘情 可否也介紹一下 十分鐘情,其實是十個導演 每一段是十分鐘的 就說他們對香港回歸十幾年 一些情懷,一些很抒情的 大家抱著一個很... 所以說一定要想到一些 見到一些什麼,很舒服的心態 就是這樣去看 以及能夠跟十個不同的導演分享 我覺得很... 是啊,十分鐘的表達 十分鐘講故事 十分鐘講故事 是啊,十分鐘講故事 真的不容易 或者拿到那種氣氛的情調 不容易 其他亞洲電影還有什麼特色 特別是有香港的劉國昌導演 他在台灣拍了一套《彈道》 就有很多主角在香港 譬如有任達華、廖啟智 都是香港的演員 好演員 是好的演員 是好的演員 但是在台灣拍的 是一個講好台灣的故事 講什麼故事呢? 就是一個總統 他臨競選的時候中了槍 哈哈哈哈 不知道是什麼 嗯... 嗯... 還有這些政治性的題材 我想話語電影也比較少見一點 是啊 其實挺放膽去做這件事 還有其實也有用的 讓大家對這些東西有一個反省 有一個體會 是 不簡單的 嗯... 還有我們選擇了《斗茶》 謝謝 很特別的 它是一個台灣和日本的合致 它是一個很都市的神話式的故事 講到有古代的茶葉 失傳了 茶葉有分男性和女性的茶葉 那些人喝了就會很暴淚的 女性茶葉喝了就會調和回來的 哈哈 這樣就 一個日本的茶店的少東一個女生 這裏的家裡 原來是藏在一個所謂的失傳了的 癡性茶葉 那於是就決定拿去台灣去參加一個 叫做鬥茶的比賽 然後遇上一個奸奸地的所謂的茶葉的商人 周遇民 兒子 兒子 兒子做飯派 這次 哦... 小友 這個日本女籍的爸爸也特意去台灣去找他 一牽照 然後這個故事就這樣發展下去 申報利益 這些我完全不知道 這是新片 新片就是有賴口碑 我也希望大家多點去看 是吧 因為新片太多 是吧 我會要大家去看 看完之後 就建立個口碑 還有一路留在下面告訴別人 傳開去 那就使得這些導演繼續有新氣魄 有新的意念可以延續 很重要 特地這個新導演和國有問 他其實就是楊德昌的徒弟 哦... 楊德昌當年的孤嶺街山事件 很多小朋友圍著張鎮 張鎮是其中一個 很多人圍著他就是其中一個 你看看我們今年在電影節 都做了一個楊德昌的刺激 所以其實看一個好的導演 他除了拍他的好的電影 他都是怎樣影響他的下一代 沒錯 還有很多不同的片種 暴力片或者一些三級的電影等等 都有在這個夏日國際電影節裏出現 留意著 8月8日開始 去到9月15日 大家留意這個夏日國際香港電影節 看看不同類型的電影 今天早上非常多謝 多謝鄭子文先生和我們介紹的 師Sir 他幫忙 一定會去的 這次我們有一些鎮體事新聞 稍後回來繼續